陈乔恩和老公艾伦到马来西亚过完春节后 并没有第一时间回到中国 而是在国外到处旅游 日前他们夫妻俩又去了泰国游玩 陈乔恩几乎每天在社交账号分享动态 时不时秀一波恩爱 羡煞了很多网友 3月15日 陈乔恩又在社交账号 分享了和老公一起去猛男餐厅的动态 引起众多网友围观 陈乔恩上传了一段拍摄泰国猛男跳舞的视频 视频中一群泰国猛男在餐厅跳蜡舞 他们集体穿着白色背心和蓝色格子短裙 在餐厅二楼狂欢舞蹈 动作妖娃妩妩媚 非常的滑稽搞笑 陈乔恩一边拍视频 一边哈哈大笑 心情非常愉快 在陈乔恩分享了泰国猛男跳舞的视频后 很多网友粉丝都发表了评论 有粉丝希望他多拍一些这样的视频 也开玩笑称希望他能和泰国猛男合照 让粉丝们也跟着开心一下 虽然陈乔恩没有分享和泰国猛男的合照 但不久之后 有网友在社交账号分享了多张偶遇 他在猛男餐厅出现的照片 让不少网友看到了真正的泰国猛男 照片中 陈乔恩和老公艾伦正在泰国猛男餐厅吃饭 他穿着一件白色T恤以及小短裙 头上戴着发孤 穿着打扮很显年轻 看着一点也不像44岁的中年女性 陈乔恩坐在餐桌边上 正在递着头玩手机 他对面坐着老公艾伦 在他们那一桌的后面 有一位女游客正在调戏一位泰国猛男 泰国猛男拉着女游客的手 放在自己的胸肌上 女游客笑得非常开心 场面非常的搞笑 和身后的女游客相比 陈乔恩似乎要冷静很多 他递着头玩手机 对身后的热闹不为所动 不知道是否是近段时间放假到处旅游 吃喝玩乐 陈乔恩看着风雨了很多 亦或是真相之前网友猜测的那样 他已经怀孕了 前两天 陈乔恩分享了一段 他和艾伦在泰国服装店购物的视频动态 视频里 陈乔恩穿着一条宽松的裙子 对着镜子自拍 腹部有些微微隆起 有很多网友猜测 他可能怀孕了 目前对于怀孕的传闻 陈乔恩并没有出来回应 依然在疯狂秀恩爱 昨天他还分享了和老公一起去餐厅吃饭 对方给他准备惊喜的动态 他对着镜头露出一脸幸福的笑容 真的很甜蜜 陈乔恩和艾伦刚官宣恋爱时 很多人都不看好他们 谁能想到他们现在会这么幸福 证明了陈乔恩的选择做对了 陈乔恩和艾伦两个人 是从综艺节目女儿们的恋爱里认识的 而且也是在节目中相爱的 大家在当时的时候都以为是节目效果 没想到他们两个人在私下也是好的要命 而且还领证结婚了 他们两个人的关系 虽然是已经领证结婚了 但是还是像热恋中的小朋友一样 两个人在一起感觉非常的欢快 而且互不嫌弃 彼此包容 感觉他们两个人的性格 非常适合在一起 陈乔恩和艾伦两个人 是在2022年的3月31号官宣结婚的 2022年的陈乔恩 也已经43岁了 如今陈乔恩已经44岁了 虽然他的男朋友要比他小9岁 但是两个人在一起 完全没有任何的违和感 所以说陈乔恩现在的年龄已经不小了 因此大家都开启了催生的模式 毕竟他也属于高龄产妇了 而且一个孩子都没有 如果想要孩子的话 也应该是付出努力的 毕竟高龄产妇是需要一个良好的身体状况 无论是陈乔恩还是艾伦他们都需要一个良好的身体状况 所以说陈乔恩为了备孕 其实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 陈小燕每天都在吃保健品 为了能够提高自身的免疫 以及自身的身体状况 不仅仅如此 陈乔恩还逼着艾伦一起和他吃一些保健品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艾伦还是非常乖乖听话的 陈乔恩说什么艾伦也就会做什么 因此艾伦也是和陈乔恩一起乖乖的吃起了保健品 在今年的时候 陈乔恩和艾伦两个人曾经参加了一档综艺节目 叫做妻子的浪漫旅行第六集 在这一档综艺节目中邀请了他们两个人来到节目里 没有想到他们两个人真的是好甜 他们两个人在节目里竟然在秀恩爱的同时 还一起吃上了保健品 所以说看起来这样子 两个人应该一天都没落下 每一天都在乖乖的吃一些保健品 毕竟要孩子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 所以说只要调养好的身体 要一个孩子也是非常容易的 虽然陈乔恩已经成为高龄产妇了 但是以他现在的样貌以及状态 要一个孩子基本没有什么问题 那么你期待他们两个人能够怀上孩子吗 欢迎在下面评论区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